我會盡量融入一個團體 假的融入還是真的融入 嗯嗯嗯 有時候是假的 可是今天的你瞧不起我 明天我告白你告白你 玩國中做這件事 到現在下一集最壞的 我是不會覺得要怎樣 當局就記得 Hi 我是貝歐 今天呢是一個臨時起義 因為前兩天呢 大家應該都有看到一個瘋傳的圖 是最近他最可怕的六件事情 然後這六件事情呢 就是在講六個星座 就想說來打給我的朋友們 他們都不知道我現在是有在拍影片的狀況 所以我們就來驗證一下這幾個星座呢 是不是真的是全世界最可怕的六件事情 喂 喂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欸 我給你問 我應該沒有得罪你吧 你覺得你得罪我了嗎 假設我得罪你了 你會你會怎麼樣 我會記醜啊 那還蠻可怕的 那有做什麼事情會得罪你嗎 都有啊 我點了 其實其實還蠻多的 我倒應該算 這樣你要跟我錄一集是不是 沒有啊 就問想要問一下 所以就比較輕易得罪天蠍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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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怕啊 我嚇死你 聽到老人刺愛的時候 孩子會再記一下 好可怕喔 好可怕喔 我可能自己名字會忘記的是 但是他做的事情你會記得 對對對 哎唷好可怕喔 然後我們現在 再來打另外一個天蠍座的女生 我問你喔 就是 今天 有一個人得罪你了 你會怎麼樣 我不會真的對他怎樣 可是我就會 徹底的讓這個人 就是 不會有機會來接觸到我 他就會徹底的 在我世界黑掉 臉書式情況 要不要封鎖 要不要閃掉 走一個隱性的討厭的路線 會記得一輩子嗎 我會記得咧 超可怕 超可怕 玩國中做這件事 我發現他下一集最壞 不是不會就要怎樣嗎 但我覺得記得 我們來討論另外一個事情 因為這件事 我也有遇過 就是愛上水瓶說這件事情 好可怕喔 而且我知道你之前 那個愛上水瓶說的經驗是非常的 就是 苦練 苦練五年 他們可能是很會觀察人吧 我覺得他們會讓你覺得 他們很了解你 對 對 你會覺得 欸我們好像已經很好了 但是他的反應卻 又不是那麼回事 這種反差會很痛苦 而且他們是 就是好像有給你一點機會 可是其實有內容啊 沒有在正常人的軌道上的感覺 所以你會覺得現在到底是怎樣 我覺得還蠻痛苦的 我覺得不要真的是不要 不推薦 非常不推薦 如果有人欺負你的話 你會怎麼樣 我 欺負我吃 就以牙還牙就對了 好啦 其實這好像以我個性的部分 可是我就是看什麼事情欸 想把敵人挖子啊 沒辦法 然後 就是很嚴重的事情 我可能就離開了 他在助長就跟那個 拿到什麼 呃 索索貼金一樣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炸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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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萬不要欺負獅子座 可以講電話嗎 可以啊 欸我問你 你有被就是拋棄的經驗嗎 就是被分手的經驗嗎 對對對 那 那那那那你會怎樣 回國的比你還好 所以我 接下來的生活比你還好 然後我要告訴你知道 讓他知道他宣說了 今天的你搶不棄我 明天我搞哪裡搞哪裡 我大概就是遵從這種規則 你的復仇之路是 是 是有一個計畫 是有點長時間的 蠻恐怖的 是 你要什麼反駁的點嗎 我看雙子座很好啊 我就知道你會這樣講 我沒有要反駁 我自己本身也不是很喜歡雙子座 很爛 所以雙子座自己不喜歡雙子座 對 什麼好爛喔 為什麼 我覺得就跟我太想 沒有 哦 所以就是你自己很討厭的意思啊 看電影一樣啊 你不知道接下來的劇情 你就覺得蠻有趣啊 但那個電影是花很多時間 寫一個腳本啊 你是每天都要在拍電影的感覺嗎 所以我自己也猜錯 我自己在想說 再來打給一個天秤座 她是我媽 你覺得你是一個怎樣個性的人 我覺得我還蠻會體諒別人 我會站在別人的立場 跟人家講話 然後 欸 我會盡量融入一個團體 團體是假融入 假的融入還是真的融入 嗯 有時候是假的 可是 到困的時候都真的 個性溫和 好 我覺得風度優雅 然後 欸 很喜歡被公平的對待 我只能說天秤座 表面功夫做得非常的好 好的 那今天影片就結束了 希望大家呢 都能 安全的度過 這世界上最恐怖的六件事 有時候會被人打開 看到了 好 你好 是 好 很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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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